继续讲我们的西班牙朝圣之类 刚才我们真的去到朝圣的终点 Zantikoda Compostella 就吃了米兹连一星餐厅 这件事很开心 应该要庆祝一下 所以慢慢喝酒 接着去第二间店铺 这个不是店铺,这个是街市的东西 走到欧洲,大家喜欢去街市 街市就是Mercato Mercato就是街市 Mercato da Alberto 一看第四个街市 当地的街市,其实是凌凌凿凿凿 而这个在入口处的地方,是很漂亮的 我觉得有点像,这个有点像Metrit 那个很大的街市 是不是那个玻璃屋的? 不是,另一间 因为玻璃屋我也有去,但是很多游客 我去过一间类似这样的,就到地点 但是他就说因为那间 那个鸡蛋鸣铃铃 薯仔鸣铃铃铃铃 是全世界,是马德里最好吃的那间 于是我就冲了过去 那间真的很好吃 但我很记得那个装饰是类似这样的 入到去也有点古旧的感觉 因为眼前看到左右两边的箱子 入到现在我们看到的红色那边 其实是熟食部分 其他部分都有酒,有卖其他的食物 其实他们分的很清楚 有些买肉的 买海鲜 买蔬菜 而他们的箱子分的很好 所以很乾淨 其實如果大家說去到 我只是想吃東西,就去熟食那裏 如果你說我不想沾到細菌 不能去沙那邊 但其實在我的印象裏 去歐洲的街市,尤其是西班牙 你看魚類,新鮮魚是很棒的 看到很大的狗狗鯊魚 而且我想 也不會像我們亞洲街市那樣濕 除了清潔的時候 但是不腥,還有八爪魚很大隻 那是加利西亞的名產 很多魚類,是香港少見的魚類 因為你在香港街市見的魚類 就是海域那邊 去到那邊就另一件事,還有看到很多紅蝦 我們在上集也有提過 那些紅蝦很便宜 在超市,這個最痛苦的 看到就買不到,在香港買很貴 那它又沒有一些制度,即是馬上賣 即是馬上幫你煮 沒有啊,沒有啊 那一定要去熟食那邊做 因為有些街市,歐洲 就是魚當,日本都有 但是你說DISDISDIS 它就可以幫你煮 那不就像我們那些流喉山,三姓那些 那些就當海鮮店 即是真的吃海鮮 但是這些就反過來,就是街市 但是JUST HAPPEN 它有一個很簡單的煮食方式 可能是一個爐灶 那你要怎樣 你要馬上吃,它就有兩張桌 你可以坐下吃 但是它不是主要經營一個餐廳生意 明白明白 那進去,我們看看其他東西 那你就去熟食那邊,看看照片 這裡就是熟食 很漂亮 我記得我粗略數過,只有20個檔口 但是這個室內環境 那餐廳一來,有少許的桌面膜 乾淨淨擺得很清淨 而樓底又高 三樓建築本身也有少許歷史的感覺 應該很棒 那感覺,我記得 通常他們點幾鐘,兩點才可以吃 我記得我大概是12時半拍攝 沒什麼人,但你見到那些人已經坐在那裡 已經開始吃了 明白 我記得我們1時半開始吃的時候 你想找個位置也很難 所以那些人會早點霸位 對於西班人來說 我們早點吃東西,那就便宜一點 可以先霸位,吃透率 我們看看下一張照片,有什麼食物 周圍 火腿當然有 這個其實就是隔離的 因為我們說 剛才我已經說到 在那時候還沒時間吃 周圍先走一走 當然是火腿 還有當地比較出名的是芝士 一個好像 我們稱之為乳頭 我知道是誰 我們先看下一張照片 這個是馬介休 馬介休 我最多以為是乳粉 不是,他們馬介休有很多種 雪好一塊塊 對,整好一塊 醃好 我們看到有些是放在水缸上做的 這個就是雪藏 應該是雪到硬了 這就是乳頭芝士 西班牙要買兩塊給阿通做的手信 挺有趣 但這隻應該是做了陳年 硬身一點 硬身一點 容易拿 還有因為它真空好 你容易戴 沒有那麼容易變 你有買到嗎 我有買到 是的 還有因為我和朋友分享了一篇 因為太大塊 真的很難吃 吃不完 然後化毛又不值 是的 還有你有時吃東西 這些有些未必會等很久 是的 其實這些雪櫃都會化毛 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 所以我說上次那個 楊的芝士 我們一問可不可以買酒 他們一聽到我們 你們還有那麼遠路程 還要回香港 我想你買不到 除非你再買一個芝士 也是的 我都試過買芝士回香港 其實很多吃到最後都吃不完 因為那個 就算放在雪櫃也很容易發毛 再看看一張照片 有些 在住在白爪魚 是的 正到爆 剛才也說了 這裏當地的特產 那個白爪魚真的很大 其實頭那麼大 正到爆 是的 還有他們會有兩個做法 這個其實我們在現場看到 它在廚房 白煞 就是在後面的鍋裡白煞 煞完之後 就加辣粉 加鹹鹹油 這樣就上桌了 那也會切開 是的 一粒粒 明白 再看看張相 就是當時你吃的白爪魚 滑正到暈 是的 其實我想跟你在香港吃的那些 差很遠 你知道價錢和質感上也是嗎 質感上 價錢 因為我想香港的蛋粉 因為我們要入口 入口來 入口其實差很遠 你新鮮造簾 是的 還有它有少少軟 但你又吃到少少彈牙口感 有點爽 是的 還有你看到我們又有芝士 又不會硬到涼了牙籃 在香港很多都是這樣的 像醬膠茶一樣 但芝士 芝士也是一樣 你運到來香港 那些味道會差一點 我想過程的溫度 各方面 但每一次都是一樣 同一塊芝士 在第二道地吃是不同的 一定是原產地吃最好的 奶水味真的很足夠 所以我當時不斷吃 明白 回到香港 其實買一塊 你當一個紀念或者回憶 吃一些風味就算了 然後再看下一張照片 這個你一定要吃 這個就是那個青椒仔 西班牙青椒仔 香港也有些餐廳供應 多了 普遍在的 這個也是我們有個朋友 故意去買生的回家製 我明白 一袋二十多隻 那隻是嗎 是啊 因為我試過進去參觀 他們當時 標包那邊的 這個青椒廠 他們 擲光出來之後 或者用機器擲光 因為用機械擲 然後就傳到廠 然後他們做一些加工 然後就包裝 原來他跟我說 每一袋二十多隻的青椒仔 通常都有一隻是辣的 因為在統計上 每二十多隻的青椒 有一隻是辣的 所以這隻青椒 你覺得是不辣的 是正常的 但突然間有一隻 原來是超辣的 那你就發覺你中了頭獎 咦? 這是遊戲 是啊 很有趣 那比例是這樣的 所以平均每一袋有一隻辣 但不一定那一袋出現 那有一袋可能是兩隻都辣 那辣真的看你很幸運 但這個真的很好吃 是啊 很多青色的菜的味道 但是你知道 有些人很不吃辣青椒 有些人不喜歡草腥味 但這個其實沒有草腥味 但沒有草腥味的 好吃的 所以要大量吃 還有香港吃是貴很多的 然後下一張照片 看一看 整群樓羅 最英俊都是中間的西班牙人 應該是吧 是的 那你的導遊是甚麼事英 老闆 老闆 所以穿這麼鮮的T恤 就是宣傳他們的餐廳 即是你光顧一間餐廳 是的 因為其實你在這間餐廳 有點難 好像我們說吃tapas 這樣走去 而且這間餐廳 它是主打一些 它簡直是主打八爪魚 所以沒辦法 連它的名字也有八爪魚這個字 OK 我們經常說Paw 吃了Paw 這一百更多精彩節目等待大家 足本重溫聲音客載服務 年費一千元 請即訂購支持